嗨,你好,歡迎來到蔡康永的情商扭蛋室 旁邊是一台扭蛋機,L的扭蛋機 然後我要從裡面扭出三個問題來 好的,第一顆扭蛋 出社會之後,很多人都說融入很重要 要融入人群,融入同事 如果不融入,就會被當成是異類 可是到底有什麼好融入的呢? 在情商裡面,有一個很簡單的基本的開始 就是我們要判斷我們的情緒是什麼情緒 所以當你吃一碗牛肉麵的時候 你就說,哦,好吃 這個是最粗糙的反應 可是如果你吃一碗牛肉麵 就說,嗯,麵條夠硬 然後呢,牛肉夠嫩 然後你一講的時候標準就會出現 就是,哦,原來牛肉要嫩,麵條要硬 所以當你對於你的情緒做區分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你到底要怎麼看待情緒這個東西 所以剛剛你提的這個問題也是一樣的 就是,什麼叫融入 你得區分那個程度 很多人所建議的融入 只不過是叫你不要太難搞 不要太難相處而已 做一個好相處的人 不需要融入啊 就是融入這兩個字很可怕 就是融入這兩個字就是有一堆油漆 然後你要泡進去 然後出來之後變成那個油漆的顏色 不需要到這個程度 所以自己拿捏一個你舒服的融入的程度就好了 好,接下來是下一個問題 同事之間的小群組看起來似乎是好姐妹 可是老是聽到A說B的壞話 B說C的壞話 自己想要當一個邊緣人卻被說不合群 我該怎麼辦呢 其實聽八卦很有趣啊 就是如果上班不能聽八卦 工作樂趣減少非常多 我們不可能像機器人一樣 就直接去上班 然後處理我們該處理的任務 那至於聽八卦的時候 我的建議是有良好的反應 可是不要參與 不要明確地選邊站 因為選邊站有可能會傷害到你 然後同事之間露出好姐妹的樣子 可卻不是真的好姐妹 因為你誤會了 公司的同事本來就不是因為要做姐妹 才在一起 大家是為了領這個薪水 或者是要學這個工作的內容 才在一起 如果真的很需要朋友的話呢 你應該在你的生活當中去尋找真的朋友 而不是希望工作或者是學校 順便地帶給你朋友 順便得來的東西 就跟百貨公司的贈品一樣 就是你買一個東西 飯鍋才是你要的 然後送你一個按摩器 那個按摩器肯定就是一個贈品 所以順便來的東西 就不是你該最在乎的東西 辦公室的友誼是順便來的東西 如果友很好 可是不要認真地看待它 你應該認真地在生活中去建立你自己的友誼 好的 第三個問題 出社會十年 十年之中陸續換了七八份工作 最主要的原因是 對工作沒有辦法找到熱情 我想過要出國去打工 找尋自己的興趣 可是爸爸媽媽狠狠地潑冷水 說我很無聊 叫我好好的待在台灣 我該怎麼辦 我其實看不懂這個問題 就是你爸媽說你無聊 就不是你自己覺得無聊 所以你想出國打工就應該去 不是嗎 你現在是要我去說服你爸媽嗎 你如果那麼在乎你的爸爸媽媽 你要好好地表達你愛他們 可是你人生打算活在爸爸媽媽的指令之下 多久呢 你說你已經出社會十年了 難道這十年你都是照著爸爸媽媽的指令 在生活的嗎 如果不是的話 為什麼此刻卻 把爸爸媽媽拿出來當擋箭牌 然後不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呢 今天在扭蛋機裡所得到的三個問題 很巧的都是跟別人有關的 那也很可惜的都沒有一個問題 是在問自己心裡到底在想什麼 如果你老是把重心放在別人的身上 你很容易就忽略了最重要的那個是你自己 別人的存在是為了成全你而存在 不是你去成全別人而存在的 所以下一次再寫出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也要看著這個問題 然後想說我寫完我的問題了 可是我自己在哪裡呢